纽博格林北环赛道是全世界超级跑车和性能车场的必争之地 目前它的圈足记录是保时捷911 G2 RS创造的6分38秒 但是今天我们去看一台车 它觉得自己的未来可以打破这个记录很多 进入6分30秒的大关 它就是阿森马冰的瓦哈拉 之前在节目里给大家说过 其实马丁这个品牌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英国的超豪华品牌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的赛车运动的历史其实也有100年了 而且至今它还在F1的赛场上在跑 然后现在我们就看着说 到底有哪些素质能让它完成纽博的挑战 因为纽北这个赛道20多公里 有100多个弯 然后里边有很多的高速弯 所以这个车就需要一个强大的线压力 从这些高速弯里边一秒一秒把时间挣回来 比如说你看它这个前产 它这个伸出的尺寸特别大 而且这些中网它其实也是一片来提供线压力的 车尾这个超大的拓散器 大概得有半米的宽度 这个风道可以实现很强的地面效应 然后让它在高速弯和大直线的时候 把这个车死死的攜在地上 所有的这些空力套件加起来的下压力有600公斤 相当于你又开了一台小傲兔顶在自己头上 现在纽北排名第一的911的GT2RS 它是后边有一个大尾翼 套件版本比它原厂的尾翼还要大 它是通过那种方式来解决下压力的问题 但是马丁它要重视格调 所以它不会用大尾翼 而是用车身的一些空气动力学来解决下压力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能让这台车的急速达到350公里每小时 我想这也应该是在纽北末端有一个2点多公里的大直道 这台车能够发挥出来的最高的时速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些造型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要帮助这台车去进行散热 比如说这有一个大的风道 这个风道开起来 它其实就可以把轮胎累积的热量抽出来 然后帮轮胎降温 然后保持轮胎的一个好的抓地力 第二点要挑战这个纽北的圈速 就是它的操控了 因为刚才说了它有超级强大的下压力 所以它的支撑包括在每一个弯道的 轮胎的贴腹程度都是要靠避震的 它用了跟FPE结构完全一样的横向推杆式悬挂 这种悬挂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让车身变得很低 而且在一个短的车头里面非常好去布局 大家看F1比赛的时候 你注意它的车其实在前轮的部分 你是看不到一些弹簧的 是因为它就用了这种横向推杆式悬挂 它把两根弹簧竖在了一个非常窄的鼻椎里面 这种悬挂一般大家在普通车上是看不到了 然后在一些超跑 比如有些兰博基尼的车型上 它也会使用这种悬挂 其他跟它操控相关的因素 包括米其林肯定会被台车去定制特殊的轮胎 另外它的车身是一个全碳的单体壳 让它的强度和轻度都有很好的表现 然后它的座椅是直接坐在车架上面的 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没法通过座椅去调整坐姿 只能调方向盘和你脚灯前后的位置 这些也完全是赛化的设计 最后再说一下动力这块 其实动力对于跑牛北来说 它不是最重要的指标 反而是刚才说的那些操控和车身架构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台车它用的还是AMGT Black Series 上面那台4.0T V8的双涡轮发动机 然后经过马丁自己的调校 然后它还加上了前后的双电机 所以这个车现在的总功率可以输出950匹 然后现在的BS那台车在纽北的圈速上面排行榜是第三 那这台车更强的动力加上1550公斤的车重 这个推重比加上它的操控 加上它所有的这些碳纤维的构架 所以这台车的素质在纽北上去冲刺 6分30秒的一个成绩是非常有希望的 最后就是这台车的售价 然后它的定价应该是接近900万 但是你选装了之后 在付完税前进到国内应该有1200万左右的预估的这么一个价格 我觉得这些车对马丁的意义还是挺重大的 首先就是它证明自己可以在超跑中重新回到在性能方面顶尖的位置 另外就是它其实是马丁往电动化转型的一个起点 大家对这台车有什么想说的或者说想了解的 可以继续在评论里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